上午11点,全红蝉通过媒体宣布出乎意料的决定,获周继红首肯 陈若林表示很无奈,大家也表示不能理解 北京时间10月27日,发生了一件让大家费解的事情 那就是处在高光时期的全红蝉呢,竟然会宣布如此让大家意外的决定 而她的这份决定呢,也很大可能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不小的影响 众所周知啊,全红蝉一直是一位潜力非常大的跳水神童 每每提起她呀,大家都会赞不绝口 可以说全红蝉绝对算得上是中国体育跳水界数一数二的存在了 而曾经的东京奥运会呢,也让全红蝉从此前的无人问津到如今的一名惊人 全红蝉用她的一记水花消失术征服了全世界 并且呢,获得了当届奥运会的冠军金牌 而在之后呢,每当提起中国跳水队啊,大家都会说起全红蝉 毕竟她如此年轻啊,却有着非常人的爆发力 的确也是圈粉无数,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密集关注 而我们也知道啊,位高权重的国际永连主席都会亲自去看望全红蝉 做一件的全红蝉在中国跳水队的位置和重要性 而全红蝉的一记水花消失术 也直接或者间接的推动了中国体育的发展和壮大 甚至呢,是将中国体育直接推向了全世界的全新高度 这点呢,离不开全红蝉的功劳 而在新洲季到来之后呢,大家也对全红蝉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但是呢,也不得不说啊,全红蝉也受到身体发育的长期困扰 面对着身形的不断变化 全红蝉需要根据身体的变化而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动作 而要实现完美的水花消失术 她要付出的努力,是我们所想象不到的 所以纵观全红蝉的整体表现来看呢 全红蝉有她的高光时刻 比如在冬天奥会时期呢 全红蝉战胜了程雨昕几十分的骄傲成绩 当然了,她也有她的低谷期 她也曾经经常呢,被程雨昕所击败 为此呢,她的职业生涯呢,也一度进入平静期 那在如此境遇下,全红蝉能突破平静期再现巅峰时刻吗 这一点呢,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虽然看着全红蝉在为了攻克自己的困难而做不懈努力 大家都会有点心疼 但是呢,如果全红蝉真的能把207C这个动作拿下的话 或许以后的全红蝉必将是所向平静的 那时候的全红蝉将会是所有队员所望尘莫及的 而依据赛程我们知道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 可以说全红蝉身上的责任和担子还是不小的 毕竟大家希望最终的双金王得主啊,非全红蝉目属 而纵观全队呢,大家也觉得 也只有全红蝉有这个实力去弘扬中国跳水队的精神 去为中国跳水队争光争龙 因此呢,全红蝉需要及时的攻克当下的难关 全身心投入到单人水米台和双人水米台的训练上 最终呢,在比赛中呈现极佳的精神状态 去挑战一个又一个的冠军 我们也相信啊,全红蝉在手握一个又一个的冠军之后呢 他的霸主地位也将无法撼动 而在刚刚啊,全红蝉通过媒体表示 他将会代言某个水品牌 甚至呢,他将会现场直播自己的家乡和该水品牌的工厂 说实话呢,巴黎奥运会近代咫尺啊 大家觉得在这个观点时候呢 应该让全红蝉全身心投入到训练当中 不应该去参加所谓的商业活动去分散他的注意力 毕竟在职业高峰期啊 如果因为受到商业活动的影响而导致自己最终偏离职业轨道的话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 毕竟这样的事情呢,也是有前撤之鉴的 像中国游泳队,乒乓球队 甚至是跳水队的很多有实力的选手啊 也是因为一些商业活动最终影响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前景 甚至呢,是再难恢复此前的光景 如果这样的事情呢,发生在全红蝉身上 大家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全红蝉既然已经宣布这项活动 毋庸置疑也是得到周继红的首肯的 可能其中也有咱们不知道的原因 所以呢,主教练陈若霖内心呢 也表示是很无奈的 那既然事实已经如此啊 我们还是希望全红蝉能够顺利完成此次商业活动 并且呢,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如愿实现双星王